Good morning, and I wonder if I can get started. Is everything ready to go? 好的,如果准备好的话,我们马上就开始。 欢迎大家参加这个参加IJF2023京都有关可取发展和环境的组会。 可取发展呢,我想在每一个层级,在每个方面,无论从政府产业到个人都是重中之重。 我是Edmond Chen,是Dead Asia,我也在I Can Board的理事会的成员,我是主持人。 在过去的几年,在2020年,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世界可以看到碳排放急剧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封锁和经济活动的停顿。 但是呢,同时呢,无论是从这个Zoom会议啊,以及线上购物啊,这个互联网的使用急剧的增加。 那么,但是呢,去年啊,从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很快呢,这个碳的排放又回到历史新高。 当然了,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不可分泌的一部分,而且呢,已经成为特别重要的技术措施。 但问题是,怎么样来这个提升我们的意识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对这样的情况。 绝对不是说是要少用互联网啊,或者是写更短的电子邮件啊,或者是看更短的视频,这肯定是不行的。 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数字的转型和技术啊,也具有帮助我们对气变,具有巨大的潜力。 问题是,就是说怎样在造成少浪费的情况下,做更多的工作,减少风险,减少伤害,挖掘潜力的关键,就在于更好的了解,复杂的,甚至有时候是反本能的,就在这个技术使用和他们对环境影响的这种复杂的关系。 很多的机构已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在DotAsia,我们叫EcoInternet,这是晚些时候发起了这样的一个倡议。 跟APNIC,也得到这个HBS的支持,早些的时候呢,发出了这个正式退出的指数。 大家在一个这个DotAsia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倡议的具体情况,或者是到我们的展台看一下。 同时呢,我也是ICAN理事会的成员,那么还有一个CEO目标,这是2024年的目标,第八个目标,他呼吁呢,搞一个开发全面的方式来落实和制定这个ICAN的环境科学发展战略。 那么,我们有关环境和数字化的政策网络,我这个工作正在做,以及这个环境的动态环境也做了相当的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呢,可以说呢,跟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合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所以呢,介绍一下嘉宾,David Sutter,他是一个ICT,国际ICT和发展的专家,经常跟APC合作的,Marken Lucan,这是IEE。 他是叫做Planet Positive 2030创意的主席,Dolce Soraris,他是图谋工程师,在这个东地文的叫做,叫做Simile技术公司的专家,Kamacho。 他是在苏勒巴斯工作,在这个女性主义的社会团结和经济变革方面,工作了25年。 还有SAC,他是这个非洲经济史委员会的联合国委员会的创新和技术的官员。 他是GIZ,数字化负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任,David,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数字和环境方面的一些短板和不足的地方。 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来得有点晚,很抱歉。 是不是有五六分钟的时间? 周一,日本首相说呢,AI将改变人类的进程,我想欺骗也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想这两点对我们未来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关注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在数字和环境专家之间,还有这个实践者之间,我觉得理解是互动是少的。 我们对数字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影响影响不够,还有在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怎么样对决策造成影响,了解的不够。 那么,这个不符合环境持续发展的这个数字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如果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而且呢,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而且也要减少这个数字部门对环境的足迹。 它不是一个权补,它是一个基本的方向,那么涉及到五个方面非常复杂,而且呢,有很多的误解,可持续发展,不光涉及到环境,它也涉及到经济的繁荣,社会福祉,和这个环境的可持续之间相互的交错,有不同的优先的不同的部门。 而且呢,也不光涉及到气变,比如说,这个油气资源没有不可机制的,没有节制的这种开发,而且呢,对发动国家战略带来很大的影响。 当然呢,这个有很多复杂的,很难衡量的一些指数,所以呢,就是使用数字资源方面, 不光考虑到直接的要考虑,非直接的,比如说像电子商务,还有就是效率提升,以及增加消费,带来的反弹影响都要靠进去,还有对社会的影响,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工作游玩的方式,当然我们感受了速度技术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呢,对很多其他国家来说,尤其是对那些这个发展的国家,或者收入比较低的国家,这个带来很大的负担。 所以呢,影响,潜力来说呢,有好的有坏的,那么,还有能源消费,资源消解,还有消费,浪费方面都带来的影响。 所以呢,所有这些方面都能考虑到环境的这个可追发展。 首先,我们就是环境数字之间有更好的沟通。 对那些相关方面来说,数字解决方案看起来非常好,但是没有足够的测试,所以呢,需要更多的听,倾听那些实践者和环境的专家的意见。 也就是说呢,一定要,尤其在IGF,这个,要详细的倾听那些环境专家,他们的意见,再来做决策。 第二呢,有关,就是数字决策,无论是在国家,地区和国际一级,要听取这些,这个环境专家的意见,做这个数字决策的时候。 我想,所有的国际机构都应该这样做,而且呢,政府应该在追求绿色政策的时候,数字政策的时候,应该进行一些审计。 还有这个循环的数字经济的时候,也就是说,要减少能源的消耗,减少那些数字中心的能耗,更好的生产环境,减少他们的废物。 涉及到所有的立项官方的努力,所以呢,打造一个全面的框架,而且推出奖证的措施。 也就是说,顶层设计的时候,要确保环境是负责的,而且呢,让公民承担他们的义务。 也就是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利用数字技术。 看一下Digital Reset报告,这是最近递交给欧盟的一个报告。 标准,标准制定的机构应该考虑到,在制定标准的时候考虑到环境的因素, 比如说减少这个稀有资源的使用和能源, 而且在设计这个服务和应用的时候,要考虑这一点。 还有这个监测,也就是哪些是有益的, 而且基于这个巡政的方式,来搞一种这个环境可持续的素质社会。 应该,那相关的公司,不要这个绿色洗脑,应该诚实, 而且进行独立的评估,应该有多例相关方的参与, 或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参加,应该覆盖所有的国家, 不光是那些做评测比较简单的国家,应该所有的国家。 我想这就是我想讲的主要的要点。 David,我觉得你这些重点非常,建议非常的重要。 讲到这个标准,Mike,我想请你来介绍一下技术方面的标准的制定。 非常感谢,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够到今天的会上。 那我们的这个组织呢,在全球190个国家有42万名会员, 我们如果大家用WiFi的话,就用的是国际电气电工协会IEE的标准。 那几年前呢,我们协会的标准委员会开始考察AI的道德问题了。 这并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呢,我们当时出了一个文件叫做符合伦理道德的设计, 这是第一次向国际电气电工协会这样的专业协会呢,来考察技术的道德问题。 去年早些时候,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倡议,叫做朝向2030的正向发展, 从而呢,来确保技术的发展是对于地球的未来是有利的,也采取了多利益相关方的思路。 有180个人参加,来自于世界各地的180个人,29个国家的180个人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 第一个文件呢,叫做从设计上就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初稿已经出来了。 我们另外的一个倡议呢,是要进一步的发掘我们的一个叫做对地球有利倡议当中, 有多大的余地可以通过在技术上制定标准和制定技术路线图的方式来达到。 所以呢,在这儿,我还是在讲到我们的大的背景,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打造对地球长期有利的生态圈的发展, 所谓生态圈,一百年以后,一千年以后,一百万年以后, 我们仍然要去保护好地球的生态圈, 我们希望我们的地球的生态圈呢,能够继续存续下去, 那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要去逆转,全球变暖,也叫气候变化。 我们必须要实现温室效应气体的零排放, 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 现在呢,温室效应气体呢, 已经改变了大气当中的元素的构成, 我们必须要把排放呢,回到工业化之前的水平, 这是气候变化方面的议程。 然后有UNSDG可持续发展议程, 我们必须要按计划去实现所有的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 然后,回到刚才David讲的那一点, 就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必须要减少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的废弃物, 这也就是说呢,我们所有的制造的产成品呢, 都能够去分解,循环, 这样呢,把废旧的产品当中的有用的成分拿出来, 再去循环,再制造, 也就是说制造,分解,再制造。 我想讲,我们要确保生态系统的重建, 我们已经破坏了生态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要挽回这些破坏, 并不是说恢复之后的生态系统会和以前一模一样,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打造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 为了实现所有这些目标呢, 我们必须要考察能源问题。 刚才Osma,David和Edmond两位都讲到了能源问题, 可以获得的清洁的和可持续发展的能源, 是我们所需要的能源体系, 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着的复杂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能源行业要进一步的电气化, 将来要大力的开发清能, 而且呢,要确保清洁能源的可获性, 还要确保水的洁净, 还要满足粮食生产的需求,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但是最终呢, 我们需要有因地之一的解决方案, 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 在有一些领域呢, 我们可以继续使用一部分的, 有些地方可以用清洁能源发电, 在另外一些地方却没有这样的条件, 一旦我们有了解决方案和成败的经验之后呢, 一定要进行分享, 这样呢,让其他人能够学习, 就像有了数字化技术之后呢, 我们能够快速地把我们的经验去进行传播, 第四点,就是制定标准的工作, 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标准, 对于互操作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标准来促进互操作性和增进的安全, 今天呢, 我们在开发新的标准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层面, 像排放污染, 以及制造和拆解, 以及我们要使用的任何的材料或者是产品, 我们也在呼吁, 从一开始进行设计的时候就要去思考可持续发展, 或者叫可再生的设计, 这也是需要系统性的思维, 刚才我也讲到了, 在制定标准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系统性的思维, 那么下一步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就为什么要开IGF这个会, 那就是问责制, 我们必须要有衡量的指标, 要进行衡量, 要收集数据, 对于数据收集的标准要达成一致, 我们要达成一致, 是怎样去建模, 如何去进行审计, 如何来进行验证, 所以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能够帮助我们达成共识, 把所有这些层面向前推进, 从而来解决这种庞大的复杂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Mike, 感谢您也讲到了AI和道德标准, 我也参加到了国际电气电工学会IEE, 关于AI伦理的讨论, 那您的这一讲就让我们引入了下一讲, Dodget跟我们讲一讲技术的共享, 也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在这个领域做的实地的工作, 感谢邀请我到会, 我代表的是一个叫Semili的, 来自于东地问的小公司, 大家知道东地问是哪个国家吧, 以前还很少有东地问的代表来参加IGF这样的活动, 但是非常感谢IGF亚洲的同事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来到IGF, 首先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地问, 东地问在什么地方, 东地问又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我给大家首先设定一个背景, 我们是一个东南亚的国家, 东地问是一个东南亚的国家, 是一个小型的岛屿国家, 坐落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之间, 我们是136万人, 人口, 我们是一个小国, 但是我们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在我们的历史当中, 有400年当中我们是被殖民的,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发展的历程是历尽艰辛的, 我们在2002年获得了独立, 也就是21年前我们实现了国家的独立, 东地问也对自己的国家进行了重建, 但是很多新兴国家在高科技方面已经遥遥领先了, 我们的起步比较晚。 好, 做了这样的一个总体对我们的国家介绍之后,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地问的互联网发展的情况, 东地问的互联网普及的情况, 在东地问呢, 互联网是很低, 速度很慢, 如果你要去下载文件的话, 每秒只有4.5兆, 比大部分国家都要慢。 那么这样呢,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不足, 妨碍了互联网的普及, 我们的上网率呢, 网民只占我们的总人口的49.6%。 我们经常需要用手机去联网, 甚至要通过卫星去联网, 这样的价格非常高, 那么现在东地问政府呢, 也希望去铺设光纤网络, 但我不知道这个光纤网络什么时候会去铺设。 那么讲到我们的互联网的用途呢, 主要是用于发发邮件, email, 也有一部分的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呢, 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媒体的渠道, 传播的渠道, 也很受欢迎。 好, 接下来再来讲一讲我们今天的环境和可逐发展的问题, 我也想讲一讲我们做的工作, 像气候变化, 供水, 水资源的可逐去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来促成这些目标的实践, 在东地问这样的环境当中。 但我们去思考, 重建东地问这个国家的时候, 特别是农村经济, 我们一开始主要是要打造, 供水的基础设施, 做了很大的投资来建立供水的基础设施, 到2015年的时候呢, 东地问遭遇了厄尔尼诺现象, 使得呢, 我们的水资源的管理出现了问题, 之前我们仅仅关注供水的基础设施, 然后2020年又有了拉尼纳现象, 这个反常气候, 又进一步地凸现了供水的, 或者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多地考虑了, 我们的不光有供水的系统, 也要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那接下来呢, 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地问在环境和应对欺骗过程当中的经验教训, 有的时候呢, 我们仅仅是按照项目对技术做大量的投资, 但是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呢, 就没有留下长久的影响, 那么这样的投资呢, 往往是金额高昂, 然后技术的复杂性也很高, 还要把专家从外国坐飞机来, 把飞机送走, 我们这个国家也没有那么多钱。 然后, 这些水物技术呢, 并不能够促进进一步的发展,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向应对气候变化和打造社会的复原力做更多的投资。 此前呢, 我们仅仅是以项目为出发点, 注重做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拿出成果。 东地问的资源非常有限, 国际援助机构呢, 根据项目也向我们提供了项目援助, 同时呢, 也向我们提供了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援助, 这样呢, 就使得我们, 但是呢, 所有的这些帮助也是仅仅以项目为出发点, 这就是需要private sector, 就是私营部门企业界来发挥作用了。 因为政府的决策呢, 速度是缓慢的, 还要总是要等到预算到位, 同时呢, 做项目也会遭遇政治上的干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企业参与进来。 就我这家公司呢, 我们推出了一个技术上的创新, 我们和当地的基层进行了合作, 这个基层的组织呢, 主要是做土壤和水资源保护的, 然后呢, 我们作为一家企业, 我们和这个群体进行合作, 让这个当地的群众组织, 他们在20年的经历当中的工作呢, 我们对他们的工作的模式做一个验证, 然后证明这个模式有效之后呢, 我们又把这样的模式去推荐给政府的决策部门, 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我们和这家当地的群众组织, 帮助他们开发出了一个技术, 通过, 我们和这个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呢, 我们可以通过短信和邮件, 让他们及时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技术上的信息, 他们又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或者邮件呢, 对于他们的人员来进行培训, 来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比方说我们帮助他们开发了一个叫做水面, 这个水平面指标, 如果这个水平面连续三天超标的话, 就是漫过这个平面的话, 我们就会告诉他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 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避免水的浪费, 因为连续三天呢, 实际的水面超过了这样, 我们的这个指标的水面的话, 就会造成, 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 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而且呢, 对于东地文人来说呢, 东地文人来说, 在旱季, 我们会为雨季的道来做好准备, 那么这些措施呢, 本身有时候也对环境是有害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告诉当地的社群, 人群, 帮助他们去理解, 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的行为, 来改变他们的对于水资源和环境的管理和使用的方式, 好, 我就先讲到这, 感谢都是, 你们讲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讲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本身要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在东地文啊, 您也讲到了, 你们是有很多这样的项目, 我和我的团队也去过东地文, 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也欢迎大家都去东地文, 好, 我们既然讲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话呢, 我们要把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呢, 扩展到更多的层面, 接下来呢, 会请Kemley来讲, 下一位发言人, 谢谢, 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 感谢邀请我和几位专家, 以及几位优秀的专家和赞助者, 带着各位来进行分享, 只有六分钟, 我就照本宣科了, 我想在今天的讨论当中呢, 我想分享我的一些思考, 那就是如何使用数字化的技术, 来促成可持续的环境友好的发展, 我们和三个社会运动或者社会组织进行了合作, 比方说和土著以及女性和社会经济团结, 这三个运动的进行了合作, 既然时间有限呢, 既然是我只能够列举其中的一到两个倡议或者是呼吁, 因为我们的愿景呢, 以及我们要做的, 首先呢, 是要找到来自于土著女性的或者原住民女性的建议, 用数字化技术来帮助他们持之以恒的去保护他们的环境, 他们希望解决以下的关切, 那就是由谁来负责这些电子产品产生出来的废弃物, 在这些原住民的土地上, 用电子垃圾, 然后呢, 在我们原来生活方式当中, 我们并没有这些东西, 并没有这些废弃物, 我们也没有制造和使用这些设备的知识, 这是他们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解决另一个问题, 第二, 我们如何确保这些数字化的工具设备, 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 这些电子工具不会监视我们的日常生活, 因为你像自然资源是我们生活的不可欲缺, 我们还有神山圣湖这样的地方, 那么这些电子工具会不会来监视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都是我们的财产, 我们是这些资源的所有者, 他们是我们的生活的组成部分, 而女性群体主要提出的是一个关爱照护的问题, 我们要关爱照护每一个人, 以及对于地球的关爱和照护, 必须要放在所有的数据化的这些工具的中心来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要用数字化技术来促成可持续发展。 数字的模型必须要跟能源土地的分配, 经济,公民的参与, 女性的行动等要协同起来, 我们作为女性, 作为社群, 我们就要求数字技术要实现各方面的目标, 环境,气候,自然资源的管理等等, 要在我们的这样的本地的背景下, 然后来打造出来, 这样的模型呢, 要决定这样的技术方案, 我们要一起来做, 这个程序应该要把我们的这个care, 把它放入整个环境的解决方案的一个部分, 可持续性, 可以用它来概括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些倡议, 人类要生存下来就只能够团结一致, 数字技术, 它有可能会带来机遇, 也可能直接带来挑战, 我们看到这些数字技术, 对于富裕的国家, 大的企业和有资源的这些人, 是看待带来了很多的机遇的, 而必须要采取正确的措施, 让它来确保它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要有效, 同时呢也要减少负面的影响, 要想要实现这一点, 我们就只能够把团结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 要实现可持续的环境, 不能够技术由数据来驱动,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技术, 它能够去组织这些受到风险, 影响的这些公民的影响, 把它们团结起来, 我们要用它来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更好的管理自然资源, 但必须要让公民和组织要更多的参与进来, 所以我们强烈地呼吁要尽快地把这些观点都纳入进来, 要关乎环境, 要把可持续性放在打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的技术方面, 作为一个指导性的原则, 非常感谢, 这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所有的这些嘉宾好像都讲到了要改变态度, 改变行为, 不仅仅是开发者, 还有呢用户都是如此, 非常有意思, 下面请Martar Sik, 来自联合国非经委,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话题, 非常感谢, 大家早上好, 感谢邀请UNEC来参加这个重要的议题的讨论, 数字技术气候变化方面的讨论呢, 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技术 它会给环境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我们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个概念, 在我们打造数字政策的时候, 我们在制定国家层面的数字政策的时候, 气候的问题并没有多到凸显, 我们非经委呢, 正在执行我们的非洲数字转型的战略, 我们支持非洲的国家, 把气候变化的这个问题放到他们的数字政策的中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个数字, 数字技术占到了公司积极排放的1%到5%, 能源消费是5%到10%很多,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不同的研究, 这些数字的技术, 它还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2030年前减20%, 为什么要考虑这一点呢, 在非洲, 我们面临的关键的挑战, 有哪些呢, 用这些数字技术来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面对几方面的挑战, 一, 牵管, 我们在牵管ICT信通技术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ICT服务和环境的影响, 还没有就是一起来考虑, 在监管方面, 这是涉及到不同的政策制定者, 数字技术和环境之间的联系, 要更多的关注, 另外呢, 技术呢, 它可能也会导致误解, 因为我们要打造能力, 去理解这些新兴的技术, 比如说AI, 区块链, 它会对环境, 对社会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能源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样找到解决方案, 另外呢, 我们还要打造数字政策, 必须要遵循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做法, 你不能够完全另起炉灶地干, 要跟其他的行业要连接起来, 你必须要跟能源行业结合起来, 不能单打独斗, 在讲UNECA推出了哪些倡议, 为了更好地利用好数字技术来实现气候变化的适应工作, 在政策层面, 我们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 我们都在考虑环境和气候的问题, 把它纳入我们的考虑当中, 希望ICT信通技术能够助力我们这方面的努力, 第二, 在监管方面, 我们支持非洲的国家, 要有新的监管, 环境气候变化方面要有新的监管, 我们有不同的倡议, 利用好信通的技术, 实现气候变化的适应, 我们有一些来自非洲大陆的不同地方的年轻的创新者, 他们有一周的时间会来做创新, 在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来做创新, 然后我们就看这些创新怎么样真正能够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环境, 我们还有几个来自非洲的气候变化方面的测量的这样的系统, 很多国家也在我们ECA的支持下打造了他们自己的体系, 在这些国家呢, 我们支持了很多的国家, 做这些早期预警和气候变化的这样的系统, 现在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改善了我们大陆的环境, 讲到气候变化, 我们在打造一个应用, 就是把历史的气候数据, 从1902年所来的所有的气候的数据都放到里面, 而且我们也在跟TSA合作, 打造电池材料的示范中心, 还有呢, 我们也是支持非洲的很多的国家, 要加速实现他们的TAM统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同时呢, 也在打造线上的平台, 帮助气变的适应的工作, 还有包括智慧城市等等, 我们都在努力, 这都是非经纬的工作是吧, 对, 我们建了数字化ID, 数字化经济和数字化威胁的这样的示范中心, 要鼓励大家要使用数字技术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包括我们非盟的2030议程, 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好数字技术来发展数字化经济, 而数字化的ID呢, 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在能力建设方面呢, 我们要用好这些新兴的技术来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同时呢, 做好适应工作, 我们现在已经建了一个中心, 是在刚果, 就是关于AI的研究的, 其中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要看我们如何能够使用AI来减缓气候变化, 同时做好气候变化的适应工作, 非常感谢Markter, 我觉得您讲的呢, 就是要不能够割裂的来工作, 要把这些各方面统筹来思考, 下一位嘉宾Axie Clarkhawk, 可能翻译不太对啊,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GIZ的工作, 非常感谢, 我也非常荣幸,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讨论, 分享几个观点, 你前两天提到了可持续的社区和数字的社区之间, 有一个鸿沟, 确实我们应该把两个圈的人更加拉得近一点, 因为全球来看啊, 讨论气候变化的问题的这些人, 他们跟我吗, 是分开的, 你说我们讨论全球的这个数字的架构, 我们彼此很少沟通,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看到有一些倡议是想要把我们要搭建桥梁, 比如说ITU国际电联现在就是要呼吁在即将召开的COP28上面呢, 去讲我们要有一个绿色数字的这样的一个倡议,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建设性, 要祝贺ITU在这方面发挥的领导力, 还另外的一个倡议, 我们在这还没有提到, 刚才David也提到了, 我们其实是不是在下一届IGF上可以邀请来自环境部门的一些领导来参加, 就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呢, 已经有一个倡议叫Codes, 他们其实现在它就是涉及到环境可持续性啊, 这些包括数据的这样的一些数字这些方面的问题, 让环境和可持续的专家来讨论数字的问题, 现在已经有一些跨领域的倡议了, 在IGF这儿呢, 我其实真的非常希望能够见到更多的搞气候变化的人, 或是环境的人来告诉我们他们到底需要些什么, 当然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些什么,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我们要有更多的跨部门跨行业的这样的架构, 能够让我们来更好的来主导这样的议程, 刚才同事们讲的我非常的赞同, 我们有必要要有更具体的标准, 很多时候呢我们好像不愿意进行这样的探讨, 但迟早我们都不能够只是谈这些泛泛的东西, 而是要去讨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条约, 更清晰的标准, 行业必须得跟上, 这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支持这样的想法, 因为全球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监管当局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也要讨论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标准, 同样的术语, 这些都要标准, 这非常的重要, 就是标准化, 从我们的本性来说, 我们呢是在不同的国家, 就某些议题做项目, 但现在呢也越来越多的去进行这样的讨论, 我们跟世航和ITU有一个倡议, 就是绿色的数字中心, 这样的倡议, 我觉得这个挺有用的, 我们能够跟专家坐下来讨论我们如何主导这个进行程, 能够打造绿色数字中心, 现在在内罗币, 在非洲的气候峰会上我们退出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棒,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朝着这个方向继续施力,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个项目,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想要给这个DPI DPG做贡献的一个倡议, 希望能够给采购还有电子废品这些问题呢做一些贡献, 我觉得这些领域的探讨都非常的重要, 非常有必要, 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讨论, 因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的讨论呢, 其实很复杂, 有的人在讲, 数字行业要变绿, 要有时间绿色的发展, 绿色数字中心当然重要, 它也需要能够打造更多的工具, 来管理好整个数字行业的行业链, 产业链, 在这方面我觉得可以继续努力, 另外呢, 还有人在讨论, 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释放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潜力, 来支持经济的转型, 实现一个真正低碳的未来, 减少全球变暖, 在这儿呢, 有很多具体的案例, 那我觉得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应该要就知识进行交流, 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个叫Fair Forward这样的一个倡议, 我想在这儿简单的提一下, 因为我们在这儿呢, 是借鉴了一些经验, 来支持全球南方的合作伙伴国家, 主要是非洲和印度啊, 我们在做这个倡议, 就是AI如何帮助实现气候变化适应的工作, 这个其实非常有潜力, 有很多的有意思的案例, 包括分水岭的管理, 这跟咱们这儿的议题也是具体非常相关的, 我们也跟社区在合作, 看如何使用AI的结果, 利用AI来主导和打造自然资源的管理的政策, 在东非, 在肯尼亚, 通过这个Fair Forward倡议呢, 我们也是在倡导, 气候变化的适应的工作, 尤其是在农业的领域, 我想说的呢就是,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项目了, 下一步我觉得应该是要去找出一些结论, 继续推进这个议程往前进步, 我觉得咱们这儿的讨论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们非常致力于为此, 尽一份力, 不管是在全球, 还是在地区, 你比如说在非洲的这样的倡议, 非盟啊, 还有非经纬, 都能够发挥非常的作用, 还有包括在国家的层面, 但是呢我们还需要提高的, 就是这种跨领域的合作, 不能够就是只是自说自话, 各自为政, 谢谢, 我觉得真的这个主题就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主题, 下面呢我们看看在座的各位听众有没有想要发言的, 可以提问, 也可以评论,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人在排队了, 第一个问题, 谢谢, 谢谢, 我是荷兰的科学素质发展的发学人, 这个问题啊, 这个国际合作太重要了, 我想问一下Michael, 因为你讲的标准, 我有一个问题, 相互可操作性, 安全性已经有标准了, 但是呢国际上, 就是有关可取发展标准制定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你可以回答, 这个你可以回答, 但是David Axel也可以补充啊, 从IE的角度来说, 我们的标准是国际标准, 也不是说是针对某一个地区的标准, 那么政府公司他们决定是否使用这个标准, 然后来进行监管在这个标准上, 所以我们的各个层级来开发标准, 制定标准, 比如说, 比如说办那些小电网, 怎么样融入大网, 比如说那些节能的无线系统制定标准, 所以呢有很多这些标准制定的工作, 尤其是有关这个可持续的技术设施方面的标准, 更可能是提高效率, 不光是可持续标准, 还有问题吗, 第二问题, 感谢, 我觉得非常好啊, 这个回答, 就是这个标准的使用, 对于这个交快这种可持续的数字化的过程, 从而呢, 应对我们的欺变的危机, 我们这个工作刚刚开始, 就比如说衡量一个小机构的坦白放的足迹, 比如说一个农场, 那么你知道90%这个全球以上的中小企业, 那么贡献了50%以上的世界GDP,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针对这些公司, 有一个框架来参加打造这样一个碳经济, 碳中立经济, 所以呢, 我们需要这样的标准, 从而这些企业, 用一种可持续的价值链, 从而进行可持续的采购, 我相信我们可以达到可持续的采购, 可以解决大量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 欧洲提出的这个产品或者是叫产品的数字护照, 就贴一个标记, 那么Exo还讲到这方面的全球仗义, 就像GDP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的倡议的话, 就会帮助我们扩大影响, 无论是各企业来说, 或者是政府来说, 都会扩大他们的影响, 所以呢, 我觉得这绝对是百分百最核心的东西, 好的, 好的, 我特别喜欢你最后的结论, 就最后的话, 但我们保持联系, 当时我把链接发给您, 好的, 这个执法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这个这是规则的标准的落地, 是关键, David都讲到推动这方面的讨论, RGF就是这样一个多立相关方可以讨论的论坛, 来推动这些标准的落地, 我不知道David是否要补充, 我再次邀请这个听众, 就是准备下一个问题, David, 那么负责的创新听了好多次了, 那么对于这个标准的事实非常重要, 我觉得也就是说研究机构啊, 这个企业制定这些应用和服务的时候, 都是需要考虑的负责任的创新, 也就是说这个环境负责的创新, 这样的话, 我觉得像这个加密币啊, 比特币啊, 我觉得它对环境是不友好的, 也是不可持续的, 还有刚才讲的标准的评测测量, 也就是说呢, 通过这个标准呢, 就是对这些, 这个对环境所有的东西进行一些标准的角度来进行评测, 这也非常重要, Meta你想补充一点, 好的, 谢谢, 就标准呢, 确实太重要了, 这也是这个速度技术方面, 我们也在做的, 在减少这个环境的影响, 我们两国已经有这个两国欺骗委, 来支持所有的国家制定战略, 有关这个能源方面的战略, 但是呢, 可能标准这是确实的, 我们需要在国际的层面, 比如说跟这个ICD, IT又已经合作, 来制定一些标准, 同时需要让企业也一起来参加, 因为涉及到相互可操作性, 它是重要的一块, 那么ICF呢也是, IGF是一个非常好的论坛, 我觉得尤其是涉及到这些环境和持续和气变方面的标准, 好的, 线上, 有人举手, 线上Zoom有人举手, 请, 是的, Izumi Kujami, 他说, 在环境和互联网之间如何加强合作, 或者是在个人层面如果加强合作, Oxio是否可以回答呢? 很好的问题, 很广的问题, 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论坛, 需要贴近我们的社区, 我想在第一轮我们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意愿, 我们要进一步推动这些讨论, 而且呢要关注这两个领域的连接, 也就标准技术, 还有其他很多的部门, 那么消费者的那个方面, 只是简单的讲到消费者的职责, 所以需要各方的参与和参与, 而且呢需要各方面的监管, 最终呢不光只是说一说, 我们也需要这个通过规则制定, 标准制定, 区分责任, 然后呢具体跟进, 所以呢不是说是我们跨华其谈就够了,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事情, 考虑到我们这种大的这个环境保护啊, 这个大的层面来讲, 我们而且它在恶化, 而且呢谈判本身, 国际谈判是很艰难的, 所以呢我特别的欣赏我们的论坛能够把它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来加以推进, 咱们补充一下吗, 我想补充一点吧, 跟社会运动进行连接, 尤其是环境保护运动方面进行连接, 因为他们比如说已经继续参加到标准呢, 比如说分享最佳时间啊标准啊等等, 根据我在中美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做到这一点非常的难, 也就是说环境和这个数字环境之间进行对话很难, 我们要努力做这个事情, 有时候环境的运动啊, 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关注, 我们呢有时候我们想做, 但是呢我们在单打独斗, 其实呢很多其他的运动已经这方面做得很好了, 而且呢我们一直在强调需要跟其他的运动进行互动对话, 一起为决策者还有为社区提出我们的建议, 共同建议, 经常我举的一个运动的例子, 就是有机农业, 他们已经有很好的实践, 可以供我们参考, 尤其是现在我们关注的这些话题上, 谢谢, 快这里有举手, 有人举手, 然后Chris, JerryJ, 问一下Axon, Axon非常感谢, 你讲到Axon对环境保护和管理方面它的潜力, 你刚才讲到这方面有很多的项目, 而且呢我们在刚果也叫科技主义也在建立这样的一个项目来应对气变, 我想问一下有谁要问的渠道我们可以利用呢, 那么在你们机构和我们建立的这个研发机构之间作为一种桥梁, 这样的话真正可以把这个气变方面应用一下这个AI技术, 你指的是你想请哪一位回答呢, 或者是, 我是这么理解到你的问题, 我可以这样回答我们非常愿意那么进行合作只有合作的时候我们才能成功而不能够每个机构在单打独斗各自为政这是不行的, 那么我觉得在气变方面AI技术的应用, 我觉得经验交流还有结果工作成果的交流这方面需要推动一下, 没问题到时候我帮助你联系上我们的专家和团队, Chris Buckridge, 他是IGFMAC技术社区的代表, 我是参加了这个会议的筹备工作, 感谢你们的参与, 我觉得到现在位置讨论特别好, 我想首先做一个点评 然后问一个问题 点评涉及到IGF架构 以及需要做什么更好的 跟那些环境决策进行连接 我想更多讲讲那些国家地区的倡议 IGF是一个非常广泛的 包括地区和国家IGF的这样一个架构和生态系统 那么在欧洲地区 我参加了很多在过去的几年 参加了很多他们开了很多的会 当然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开过很多这样的会 可能我不知道 刚刚Beauty Camry 也就是说这种基层的参与 那些草根的机构 私立部门机构的参与非常好 他们不见得能参加这样的年会 但是他们代表社区基层参加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讲到问题 Euridigan的研讨会和报告 就是 决策人是否有这种 尤其是环境方面的知识 还有这个数字技术方面的决策 做出一个平衡的决定的问题 可能有时候 ICT 数字活动 以及环境影响方面 可能的连接 大家有些误解 比如说 OED 这方面 做了工作 作为IEE工作的补充 那么数据中心 我想 大家讨论了很多 在欧洲 就是 数据中心 对能源的使用 是否有直接的关联 或者是 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 比较复杂 正在讨论 还有量子互联网 我们也在探索 所以我的问题是 嘉宾 你觉得 是否 对环境影响方面 给出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IGF 在全球成绩 还有在国家地区 成绩 是否 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贡献 那么 决策者 你知道 做一个 既行政的决策 他们总是需要很多的信息 总是不够的 那么 我们需要 这个 这方面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帮助他们 获得更多的信息 就是 让他们与时俱进 让他们尽量的 了解这些最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 可能每一年 两年 三年 就是无论是 这个政策 或者是监管政策 我觉得 他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他并没有 跟上我们 部门的技术的发展的趋势 1718年的时候 预测 说ICT 能源使用 当然是增加了 但是跟我们的预测 是差距很大的 像核行业 比如说 现在小堆 小型的模块化 反对 做了巨大的贡献 这个有 长足的进步 那么还有 那位边缘的 这个社区提供 清洁的能源 也很有很大的进展 所以呢 这方面 已经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 所以呢 决策者呢 必须要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搞一种更好 找一种更好的方式 来做这个事情 美国好像 为国会呢 他们每一年都在给他们提供 最新的一些吹风 但我觉得这个渠道 应该进一步 就要以开拓 好的 首先呢 同意 Chris刚才讲的 UK RGF 几年前呢 很多的谈到了 环境问题 而且IPCC的一个顾问 也做了专题的报告 讲到了如何打造 循环经济 而且也进一步的开展了 外言的工作 那此前呢 我们的很多的讨论 都在讲 在理想的情形下 如果能够使用最优的技术的话 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同时要服役正确的政策 但实际上重要的是呢 在实际情况当中发生的和理想情况下发生的结果 往往是不一样的 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宏大的理想 但是呢 我们也需要有现实主义的思想 那把数字化的发展和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的话呢 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了 联合国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 CUDE 然后呢 欧盟 也有一个 数字化的倡议 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已经有两位要在麦克风转而讲话了 EcoInternet 叫做生态互联网指数 为什么我们发表这样的一个报告呢 因为我们总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式 来衡量 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 因为数字化转型本身 它也会产生碳足迹 好 接下来我们请 待会儿要开始接受现场提问了 我觉得 IGF需要 把各种运动的声音 都包括进来 来讨论互联网治理 来讨论这些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 我在10到12年的时间当中呢 我一直在地方的层面参与IGF的工作 在我的工作当中呢 我也是想吸纳社会各行各业发出的声音 因为IGF的讨论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讨论 而是呢 我们需要把所有其他主角 像环保人士 原住民群体 把他们的声音都吸纳进来 我们必须要和他们多多去讨论 所以首先要在各个地区举办的IGF 来体现出这样的思路 我们的讨讨论必须是开放的 而且呢 必须要把所有的主角和其他的声音呢 都聚合在一起 那时间快要没有了 就是我们讲的评论的时间快要用完了 为什么 在我们的数字化社会当中呢 数字化社会当中的商业模式很难在数字化技术的有用的一面和有害的或者是对环境不利的一面之间找到一个最优的平衡 所以本届IGF呢 也谈到了在数字化社会当中 数字技术的正确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讨论呢 我在和原住民运动 女权运动 和社会经济平权运动的人士呢 也都进行了探讨 这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 研究探讨更多的数字化技术的商业模式 通过这种新型的替代性的商业模式呢 一方面我们能够充分的利用数字化技术 另外一方面对环境不会产生过大的影响 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受现场的发言了 你是不是有要补充的 然后两位讲完以后 我看Isumi有没有要补充的 然后最后还是请您来做一个 收尾的发言 我叫Chat 来自于APC 昨天我们也进行了对话 我们的网络有两个人讲了 他们在电子垃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因为来自于印度 另外来自于钢比亚 那么这些组织呢 虽然规模不大 但他们希望呢 在管理电子垃圾的这个事项方面 能够做出他们的贡献 至少在电子垃圾产生的社区当中 对电子垃圾进行管理 David刚才也讲到了 我们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已经推出了一个 我们称之为循环经济的工具箱 通过这样的一个工具箱呢 这个工具箱的推出 我们是和多方进行了合作 来共同设计的 所以 我们知道 今天还有26亿人没上网 我们得让他们上网 但是26亿人都上网之后 肯定电子设备的数量 又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 所以 我们有很多工作 还是需要去做的 比方说 其中可以做的 一个工作呢 是把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功的经验 加以盘点和分享 也就是说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 必须是实事求是的 尊重现实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围绕着 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领域 来发力了 这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做的 一起去探讨的 谢谢 谢谢 Kino 我叫Kino 我是日本互联网协会副主席 我的评论 或者是问题 是和标准有关的 我认为标准 在我们的这个话语当中 是极其重要的 而且我也听到了 几位台上发言人的介绍 讲话 讲到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可以让这两个 彼此分离的领域 更加的接近 让这两方面的人士 更多的增进彼此的理解 在我们能够启动 这个领域的标准化进程之前 我认为确实 要首先要解答的问题 是要用数字化技术 或者是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何用数字化的技术 来增进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 所以 也可以说 这也是可以当做一个问题 在你们的工作当中 是不是也看到有这样的机会 在启动标准化工作之前 先总结一些最佳经验 然后接下来先请 Jasmine 然后在线的是 Izumi 然后从Dolce开始进行一轮结束 谢谢 我叫Jasmine 我来自于香港青年 技术社群 我非常赞成 叫做系统图谱这样的想法 我们来自于不同地区 每个地区有自己的数据标准 但是当我们来到IGF 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 我们应该 有一个更加中心化的平台 或者是数据库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大家各自在怎样 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可以把一个拼图的 不同的部分 拼接在一起 所以你们是如何看待 在你们的工作当中 你们是如何来 衡量数据 以及数字化的工具 对于环境产生的影响 以此为基础 在未接下来的工作 来奠定路线图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讨论 是可以起到一个加速的作用 让我们能够更加有效的 在我们的群组当中 来进行数据和信息的共享 Izumi 能不能解除静音 Izumi 请网管 解除Izumi Okutani的静音 让他能够在线上发言 如果 谢谢 我叫Izumi Okutani 有点之后 不好意思 大家讨论的都非常有意思 我特别赞赏的 就是我们为信息共享 要打造一个平台 让不同的理想官方 能够信息的共享 在此前的探讨当中 我们首先讲的是要为政府官员提供信息 我想补充一点 除了需要向政府官员提供信息之外 我们也要更加的专注于行业的参与者 也就是说这个行业当中的每一家企业 以及整个互联网社群 能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也就是说信息不光要提供给政府官员 也要提供给这些社群 或者这些群体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除了监管规章制度之外 我们也要有一系列的里程碑节点和指南 来帮助企业界的参与者 能够衡量他们发挥的作用 那么这样我们也除了IGF的全会之外 也可以通过国家级的和地区层面的IGF 来获取和分享更多的信息 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的讨论和信息的共享 绝不能够仅限于IGF论坛的范围之内 而是要能够去通达到各个企业和技术群体当中 谢谢Izumi 好 现在就是最后一个发言了 最后一个嘛 尽可能简短 我叫Elaine 我来自于新加坡 我是以个人的身份忏悔的 也是以一个全球公民的身份参会的 首先在我们的城市 我们只能够选择可持续发展的选项 但我们的选项非常有限 但第二个是和教育有关 我也参加过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发展性的课程 我也是希望决策部门能够提供更多的教育和激励机制 让公民去养成符合可持续发展需求的生活习惯 这样我们的公民在消费和通信的过程当中 就会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层面 好 从Docci开始到David 我们开始做一轮的总结 台上的各位 我的结束语就是 我说的比较少 因为我来自于一个很小的发展中国家 大家都在谈AI和这些高科技的时候 东地问这个国家 才刚刚开始谈到 把这些技术如何能够用得上 我们在讲到数字化的时候 在东地问 我们的焦点是 现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当中找到最优经验 然后把先进的技术 和我们一有的最佳经验结合在一起 并且为我们的人民提供更多的能力建设 无论我们手上使用的是 能够具备的是哪一种技术 我们要确保 我们部署的 在东地问部署的技术 能够也必须来得到这些技术的用户的理解 他们能够懂这些技术 最后呢 我也想围绕着 IGF来讲一讲 就是IGF作为一个平台 能够向可持续发展的各个主角 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就像Izumi刚才在网上讲的 更多的企业政府部门国际组织 可以通过IGF去进行更多的合作 让不同行业的代表能够去更多的参与到对于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环境的讨论当中 我就讲到这儿 谢谢 我们这段谈了太多的复杂的问题 不可能在一分钟当中一加一解答 我认为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显然一件一点是 当我们希望去解释 更好的把复杂的问题向政府决策部门做解释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把话说得更简单一点 更加清晰一点 一定要把轻重缓急给分清楚 简重要的说 这就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去做的 那就是要清晰的把问题解释清楚 比方说十点行动计划 甚至不需要十点 那么这样的决策部门就能够理解最需要做的事是什么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去跟决策部门讨论的时候 我们把问题讲得非常复杂 或者是更复杂 这样对于决策部门的官员来说 他们很难理解 很难化解我们的 敲换我们的信息 也很难去达到 我们需要他们去达到的结论 就是我认为我们接下来需要改进的讲话 要讲得更加清楚 而且呢 同时呢 也要把大趋势放在心中 接下来十年当中呢 会有什么样的趋势 目前全世界还有30%的人 我们要去实现对于他们的连接 但是这样的一个连接呢 又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 然后呢 现在呢 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 会设在南方发展中国家当中 虽然目前还不多 那么这也会对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跟进的注意的事项 我就举几个例子啊 谢谢 谢谢 这一组讨论的非常有意思 我学了很多 也是充满了快乐讨论的时候 好 在这儿我也讲一讲我的体会 当我们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 当我们打造叫做可持续发展的全地球的生态圈的时候呢 环境是其中的一部分啊 这是一个更宽广的话题 我们必须要进行多个层次的不同司法管辖区 不同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去达成一个问责制的框架 我们必须要衡量 必须要问责 不对的决定要随时修改 我们做的事情产生的影响 我们要去衡量 有必要的话要去修改 而且呢 我们在我们的手中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就是各种利益 或者是各种需求同时出现彼此抵触 比方说今天就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 可能不一定和未来的长远的利益相一致 这也就是我们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需要IGF这样的论坛来进行争论 那就是如何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 如何来达成所有的这些需求 然后呢我还要想讲的是 随着我们继续的前进 在我们构建可持续发展文化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 那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我们启动的每一个项目呢 都要把可持续发展 融入到其中 而且不能让一个人掉队 而且我们绝不能失败 失败不是我们的选项 同意失败绝不是我们的选项 下一位好 感谢所有各位的发言 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 我们的讨论非常非常有价值 我们讲了四大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整合 融合 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运动 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年轻人融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 第一融入 第二更好的理解 因为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都是复杂的问题啊 我们要更好地去理解这些问题 我讨论这些问题在发生着 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共享的平台 来讨论这些问题 有了这些平台之后呢 我们有更好的机会来知道 在整个这个环环相扣的体系当中呢 谁负责什么 谁做了什么 第三点呢 是传播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一定要有动作 要有行动 这样在数字化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 因为我们今天 我想用的话题是数字化社会与环境 而不是数字化技术与环境 第四是改变我们目前的一些做法 我们要认识到改变当前的部分做法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 La Hossa Melita 这西班牙语 就是在使用和破坏之间的平衡 25年前呢 我记得 25年前 我们当时真的就想让所有人都能够上网 但25年以后的今天 我是希望大家要少上网 上网的那些人要少上 没有上的人能够尽可能能够上一些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信息化社会的一大改变 这个问题就是 对于每一个单独的这个行为者 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影响都不多 对于环境的影响都不大 不重要 所以说政府的架构非常重要 监管框架 以及激励政策 能够激励企业 以及标准的指令机构 都能够去 扬长臂短实现这种技术 也能够做出 让消费者做出决定 对于环境有效 有益的这样的决定 所以说呢 我们在数字的这样的 圈里头呢 也必须要关注环境 那所有的这些相关的 包括像数字中心啊等等 都要考虑到自己对于环境的影响 他们的工作 谢谢David 我们现在已经超时了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啊 就是我们愿意再继续进行这样的对话 还有这样的一个空白 就是说老百姓虽然没有办法带来太大的影响 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大家都必须要继续努力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呢 应该要回去 回到自己的国家地区的IGF 回到自己的NRI 把利益相关方 政府啊 部长啊 行业啊 都齐聚一堂讨论这个话题 希望大家回去了以后呢 能够这么做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年会当中来 来到主论场 跟我们说我们未来 在这个重要的议题上 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因为在这个议题上 我们不能够接受失败 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参与 再次为我们的嘉宾热情的鼓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